9點45分 昨天我們大概9點開始 來看看 麵團發酵的怎麼樣 Good Morning 它膨脹了 至少有一倍了 So it looks good 我們來試試看 按下去會不會馬上彈起來 Ready Go 其實這個不算這個黏到手 手再沾濕一點 Ready Go 沒有馬上彈起來 就變成一個凍 凹凍下去 代表OK了 昨天晚上我們讓麵團發酵了12個小時 現在那個風味應該非常好 帶有很獨特的酸麵包的酸味 就是我們很想要的 為什麼要用這麼久的時間來讓它發酵 因為這個酸味就是需要時間 它才會出來 加上不用酵母粉 就是需要這種時間 它時間比較長 可是做出來的麵包比較好吃 對身體其實也比較好 接下來我們要折裏麵團做第二次發酵 準備一塊濕的抹布 砧板要放上去 這樣子它比較不會滑動 還有這個是 spatula bread scraper 還有需要這個 萬用料理紙或者是烘焙紙 讓你的麵團不會黏在烤盤上 可是我已經非常非常非常久沒有用這種東西了 因為有矽膠墊 矽膠墊可以重複利用很環保 在烘焙店都買得到 還有呢 切麵包的刀子 因為昨天麵團比較大顆 我的用意是要把它分成兩顆麵包 我的工作空間其實太小了 所以我準備了兩個砧板 砧板上少一點麵粉 接下來我們要把麵團弄出來 麵團 大概切一半左右 再少一點麵粉 要把麵團稍微壓扁 不是啪啪啪 全部把它壓死死 現在我們要把它推開來 稍微推開來 然後 折一次 右邊折到中間 左邊 折到中間 上面折到中間 下面 也給它折到中間 我們這個再撒一點麵粉 讓它翻過來 休息一下 怕它黏 所以我都會多撒一點麵粉 休息一下 如果我有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大氣泡呢 我會把它捏破 不然烤出來等一下它的皮下面就是一打一個泡泡 口感沒有那麼好 這個比較會亂跑 我都會拿東西壓著 上面撒一點麵粉 把大概休息了三分鐘的麵團 拿起來 放上來 其實這個時候只是稍微塑醒而已 你不塑醒也可以 直接碰丟上去 就可以了 手做麵包就是有一些不對稱的地方 或是不完美的地方 這是它的魅力所在 也是為了不要讓它的水分跑掉 我會拿一個碗把它蓋住 這個碗要夠大喔 不然到時候它再發起來它會碰到碗 像這種會比較好一點 這種是圓圓的 又大又高 有些人會用保鮮膜啦 但是我一直覺得那個很不環保 所以我都盡量用一些可以重複使用的東西 在等待它第二次發酵的時候 我都會先預熱水波爐 我們家這個水波爐 有一個很聰明的 Francpa 18號 C 18號 有一個 功能 18 18 Start 然後現在就在 預熱了 記得 如果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麵包的話 這底盤要有水 因為它會噴蒸汽出來 Steam oven 蒸汽烤箱 水波爐預熱好了 我們現在要把麵團做最後的準備 接下來的步驟 我覺得是最不容易做的 其實可以略過 不過我想要挑戰 我要拿麵包刀 斜斜的切一刀 讓它到時候在烤的過程中 會像開花一樣 可以 砰的更高 裂開的地方 也會看起來很漂亮 很可口 斜斜的 Ready Go 噓 OK 就這樣子 剛剛長這樣子 另外一顆 過來 過來過來過來 斜斜的切 咻 斜斜的這樣子 OK 好 加油 哇喔 不錯喔 有蓬起來喔 很燙喔 很燙喔 剛烤出來很燙 建議用 夾子 來砍它 重喔 一個450公克 See It's nice right 它有蓬得很好 好 只可惜 蝦米有點裂開了 Haha but it's ok Still very tasty And 看起來就是 手作麵包 這個也不錯 那剛才我說 我一直沒有辦法 學會怎麼把它上面 每一次都切得很漂亮 這一次 也小失敗 但麵包 絕對是好吃的 你聽聽他的聲音 Pretty good right 現在 我們要放讓它冷 之後才能切 現在切的話 它會有點糊糊的 See you later 充分冷卻了 現在摸都不怕了 So 切開來看看 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大概從中間左右開始切吧 Tell you why later 喔喔喔喔喔喔 氣空不錯吧 Look at this Pretty goodでしょ 來切一塊 試試看 登登 這個濕度 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 這是有算的啦 不是算的 我都算 這是有計算的 有記錄的 我都做筆記 然後看 每一次 做起來 吃起來怎麼樣 下一次再做一些調整 恩 喔 香喔 來 先吃一塊 越味 恩 有酸 有鹹 但是不會太鹹 嗯 最酸酸 鹹鹹的東西 配什麼好吃呢 加一點油油的 而且呢 一點橄欖油 就可以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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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hould try 為什麼從中間切開來呢 因為之後 你可以 再把它合起來 假裝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啊 沒有開玩笑啦 這樣子 我覺得啊 它接觸空氣的面積會少一些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快乾掉 好吃嗎 好吃嗎 Bon Appetit